其实我不懂得浪漫 也不懂怎么去追求 但是那时候一瞬间就是 有点时间没有见了 这还不叫浪漫呢 一早就回拍戏去了 第二天没有 就留下了 就留下了 还不明白吗 所以说目的性太强 娱乐圈之中 很多明星可以快速成名 不是靠自成副业 就是拥有强大的家庭背景 出身微末还能在娱乐圈混的风生水起之人 可谓少之又少 而王宝强就是这样一个传奇般的存在 草根出身的他凭借努力和机遇 在演艺圈站住了脚跟 后来还遇到了前妻马荣 与妻结婚生儿育女 2004年 王宝强的《天下无贼》播出 他在剧中饰演傻根 在演艺圈展露头角 这是马荣和王宝强的首次相遇 他积极展现自己的美 并且说出了我很喜欢你的话 马荣这话也没说错 只不过他喜欢的是电影中傻根角色 没有文凭 农村出身的王宝强 看到由美女主动和自己搭讪 免不了有些心旷神疑 王宝强曾在节目上 很自豪地对主持人说 我和他是一见钟情 后年8月14日晚 王宝强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长文 一共宣布了两件事 一是马荣对婚姻不忠 他要与其离婚 并且已经开始走法律程序 二是要解除经纪人宋哲的所有职务 他利用职务质变侵占公司财产 一个是自己朝夕相处 工作上最紧密的合作伙伴 一个是生活十多年等自己生儿育女的枕边人 两个人同时被判了自己 无异于被最熟悉最亲密的人两肋插刀 王宝强常文一发便引得无数人义愤填膺 不少人直骂他是比潘金莲还要可恶的女人 离婚后两个孩子一人一个 儿子跟着王宝强女儿则跟着马荣 让人更气愤的是 王宝强母亲临死之前 想要见见自己的孙女 马荣却选择将女儿带离 等到丧礼结束后 马荣才假惺惺的发文刚下飞机 不知道此事 一场风波过后 两人都是满身伤痕没有赢家 不过生活还要继续 婚后各自发展 王宝强并没有因为失败的婚姻而消沉 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与调养 再次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2016年一导演的身份拍摄了 大闹天珠虽然口碑不是很好 但是票房收获不错 之后更是凭借着 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 在床辉煌成功翻身 而马荣在离婚后微博账号下骂声一片 本想利用黑粉的巨大流量来直播赚钱 却在开播后短短半小时被骂得受不了 只能下播 纵然是在离婚中分到丈夫千万的身家 可因为生活奢迷且不注重理财 所以他始终对未来充满担忧 这些年王宝强虽然在事业上顺风顺水 但是依旧治不好心理上的创伤 可以说生活得很不开心 好在如今王宝强有了新的女友叫做冯青 他曾经参加过世界小姐大会 并且还获得了泳装决赛项目的亚军 被网友称为人间水蜜桃 颜值身材各方面都不输马荣 可以说比马荣还要漂亮 冯青不仅颜值高身材好 而且人家还有学稳 曾经也是学霸一枚 冯青在娱乐圈虽然没什么名气 但是由网友透露人家冯青名下拥有三家公司 身价千万根本不缺钱 明天